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异步人物系的视频 我是竹江老师布鲁 通过上一讲的学习,我们已经重点分析了我们的异步人物 Assign Task当中的四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我们本节课将会结合我们的实际案例,再把这四个方法串起来,来帮助大家加深我们的理解 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我们的思维导图 在我们的异步任务当中,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分析 分析了这Assign Task当中的四大金刚 Unpre-Execute,Doing Background,Unprogress Update,以及我们的Unpost-Execute 它分别调用的时机 我们第一个方法,Unpre-Pare Execute,就是做的是准备工作 Doing Background就是在我们后台做的工作 当我们后台做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调用PublishProgress这个方法 去触发我们的Unprogress Update这个方法 去完成一些UI空间的更新 最后,当我们的Doing Background的任务执行完成以后 做了返回以后,就回掉我们的Unpost-Execute 拿到它对应的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结合着实际案例再来理解一下它 那么我们这个案例怎么来设计它呢 还是采用的是我们Handler之前 我们之前的Handler用的是一个定时加定周期的任务 完成的是一个进度条的一个跑动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现在就模拟着 是一个下载任务 而我们下载任务就通过这个进度条来一点一点的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又通过AssignTask 来实现这个进度条一点一点的下 这样的一个功能呢 首先,我们肯定还是得先准备我们相应的一个 UI空间,对吧 这里还是我们的Progress Bar 速度 几速度的把它写出来 Progress 这里 这里写上Progress Bar 然后宽度是Match Parent 高度是20DP 然后把它的空间ID给它补上 它的名字叫做我们的一个PB 好的,ID有了以后 一定不要忘了 首先来一个叫做我们的Max 它是等于100 再来一个它的样式 Style 等于我们的问号 Android Attr Progress Horace 这是它的样式 好,首先一来它也是怎样的呢 隐藏的 然后同时它位于我们整个父亲的中间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Center InParent 等于True 然后一来的话 它是隐藏的 Visible 等于- 这些代码非常简单 我就不浪费时间了 依然是像之前一样定义了一个Progress Bar 那么一样的道理在这里 Progress Bar PB得到相应的一个声明 在这里得到相应的 FindViewById 把它拷贝过来 所以老师就不浪费时间了 好的 我们这里即将操作的Progress Bar 就已经出来了 好的,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执行这个义步任务 然后去下载一个东西 每下载一点 然后我的Progress Bar 就是我的进度条 就跑起来一点 大家想一下如果我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 那么我应该如何来实现呢 那么首先 我的进度条要跑起来 对吧 那么我在这里有一个准备下载 比如说我这里 我的日子就改一下 我的日子叫什么名字呢 准备下载 那么我准备下载怎么来写呢 准备下载的时候 这里就直接写上一个 PB.setVisible 你既然准备下载了嘛 那么我的Progress Bar 用于显示你的进度 那它得先显示出来呀 对吧 它得先显示出来 所以说我们setVisible 先把它显示出来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完成以后 就会去执行我们的Doing Background DoingBackground 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 我们改一下叫做正在 就是我们的正在下载 好的 那么这部分代码的话 就需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 我们怎么来写呢 把之前的这些都干掉 怎么来写 这是一个下载 但是我们是一个模拟的一个下载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话通过一个while true的一个永久循环 来模拟一个下载 永久循环模拟一个下载 那么我们有永久循环 肯定有我们退出的地方 退出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下载完了来退出它 而我这里的话要模拟一个下载 比如说我每隔一秒下载10% 每隔一秒下载10% 是不是这里有一个延时啊 点sleep1000毫秒就是我每隔一秒下载10% 为了方便的话 我把这个整个trycatch 就把它放到外围 trycatch 然后这里捕捉一个exception 然后这里是一个我们的exception 这里是我们的exception 好的 那么我们把整个代码都放在这个里面来 然后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时候 我们把相应的这些把它补上了 好的 这里我们用了一个trycatch里面放的是一个永久循环 我们把注册上永久循环 模拟下载文件 然后呢这里就是说我们这里写上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每隔一秒下载10% 假设我们每隔一秒下载10% 那么我们肯定需要一个中转的变量来存储啊 这里我们定义一个private 比如我们直接定义一个int progress 它等于0 每隔一秒下载10% 那么每隔一秒当然我们的progress就怎样呢 加等于10 就是 加等于10 每隔一秒涨10点起来 当我们涨10点起来以后 一定要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为了调用我们的unprogress update 请注意啊 为了调用我们的unprogress update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得调用这个publish progress 通知主线程我当前的进度是多少 那么我们直接把这张代码拷贝过来 我当前的进度通知他的时候通知他就是说我当前的进度是progress 这里就通知我们的主线成为我们的progress 那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报了一个错 为什么会报错呢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 test task写法 他不接收任何参数 他的也不用任何进度来表示 那么这里肯定要变一下 我需要用的是integr来表示 最后的一个结果 用一个bool值来表达他是否下载成功 这里我们对参数做了一个改变 当我们发生了一个改变以后 这里的话请注意这里的也要做一个相应的改变 还就不是streen 这是一个bool值 然后我们对应的这里接收的也就是我们的bool值 其实我们把这里的代码全部都先干掉 然后重新来复写一下他 这就是我们的unprogressupdate 就是这里就传递的是int了 看见没有 我们就不用报错了 unpostexecute 这里传递就是bool值了 看见没有 然后好的 我们这里的话就对我们整个范形结构做了一个调整 进度是int类型 返回值是bool 那么对应的这里的bool 这里叫返回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本身我们默认如果是执行完成的话 我们就返回true 本身是返回true 我们这里放一个true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是一个unprogressupdate 它有谁来换起呢 由这里 每当我 隔一秒下 10% 进度加10 并且通知我 主线程 我当前的进度 通知你 你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肯定就要把你的 一个pb.setprogress 你通知你 你就去设嘛 对吧 通知你 你就要去设置 它 这里的话 传递的就是一个 我们 Values Values 但是这是一个点点点 这是一个可变参数 所以我们取的是Values的一个0 设置我当前进度为0 那么为了我们方便的话 我依然做一个打印 正在下载 这里下载怎么来写呢 这里就是我们正在下载 写上一个正在的下载回调吧 下载回调 比如说我们下载了多少呢 下载了10% 就取的是Values的一个0 这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 Due in background 每一次回调它 这里就会设置我们进度条的进度 并且做一个当前进度的一个打印 好 我们再回到回到我们在Due in background 刚才是我们的通知的代码写完 写完我们通知的代码以后 请注意了我们这是一个 Full Wild永久循环中有退出的地方 对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退出 退出永久循环在哪呢 就在这 这怎么来写呢 如果我们的Progress 它大于等于100了 就证明它已经满了嘛 满了要怎么办呢 你就不能再下了呀 下了就一定记得要Break Break可以用来退出我们的整个一个Val循环 然后最后把我们的True 返回出去 如果你产生的异常 这里就是Return一个什么呢 Return一个Force 我们为了更加的专业啊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产生的异常ReturnForce 如果你没有产生异常 就Return是True 然后你这里把你ReturnTrue返回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E负的布尔值 如果这个布尔值是True 那么证明你是下载成功的 对吧 这是A布尔 把它传递过来 如果它是Force 就代表你是下载失败的 对吧 那么我们依然做一个打印啊 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打印 把这个拷贝过来 在这个地方写上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下载成功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下载失败 然后我们看一下 然后这里我们一旦下载成功以后 把我们的pb.setVisible- 下载成功以后 把它给隐藏掉 好的 我们这里代码改动挺多的 我们再来好好的梳理一下啊 这本身是一个异步任务 它指定了三个范形 我不需要传递任何请求参数 传递Vid 我在请求的过程当中 请以整形的形式返回给我的任务进度 Integer 我的最终的任务结果 请用一个布尔值告诉我 好的 这是我们的三个范形 那我们的四大方法 第一个 当我还在主行程当中 做一些准备工作 打印一个日志准备下载 并且把当前的progress bar显示出来 好的 开始进入异步线程执行 先打印银行 正在下载 通过一个wire true 模拟一个永久循环 一直到这个progress 大于等于0 就退出循环 代表我已经下完了 那么没有下完之前 每隔一秒 下10% 这里通过的线程 休眠一秒 下10% 下了10%以后 还不够 每下10% 通过回调publishprogress 去通知我的主线程 去怎么来触发它呢 触发的是onprogressupdate 每下10%触发它去更新 我们的progressbar 当前的进度 并且做一个 日志打印 下载回调 一直到它全部下载完 退出这个wile循环以后 return一个true 或者return一个false 进入了我们的onpostexecute 通过true或者false 做的一个日志打印 下载成功 或者下载失败 如果你下载成功了 那么你就会把pb做的一个隐藏 好的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啊 这里就是如果你下载成功 就会把我们的progressbar又隐藏起来 如果你是下载失败的话 就 只是做的是一个日志打印 这就是我们现在改造完成的 灵活使用assign task 模拟一个下载任务 用进度条来更新 那么它会是怎样的呢 把多余的日志清上一清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ui上面的视觉啊 先看一下ui上面的视觉 点击一下我们这个按钮 它显示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涨 一边在看它 看progressbar在涨 一边看一下我们这里的日志打印 正在下载回掉10% 20% 90% 一直到100% 下载成功 看见没有 从日志上 我们可以分析出来 这里是什么呢 正在下载 准备下载 正在下载 下载回掉10% 20 一直到100 一直到下载成功 我们这里可以再看一遍 就把我们的应用程序退出去 我们再来看一遍 这里的话 我们这里是一个huddle assign task 我们点击一下我们的按钮 看一下这里显示出来了 涨10% 这里在涨 日志也在做打印 一边涨 一边打印 一边涨 一边打印 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们通过assign task实现的一个模拟下载 也就完成了我们之前用huddle做一个延时 做一个定时器 再做一个周期性任务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assign task的使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 而且大家对这些的理解也更加的人性化呢 这也就是assign task的魅力所在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 我们对易不消息处理的handler 和我们易不认为 assign task都有了完整的认识和了解 其实这两者都是通过我们的易不任务来完成做相应的事情 完了以后再做一个线程通信嘛 对吧 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就应该用谁呢 用哪一个好一点呢 这里老师给他做的一个总结啊 这里有一个assign task和handler的一个对比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assign task的实现原理和它 适用的一个优缺点 而sign task它是我们安卓提供的一个轻量级的易不类 可以用于直接继承我们sign task 在类当中实现易不操作 并且它提供了一个接口来反馈当前易不执行的一个任务的进度 它的一个执行的情况 最后再反馈它的一个执行的结果给我们的ui主线程 那么很明显 它的使用的优点就是简单 快捷 过程可控 对吧 我们每一个 地方都有一个接口返回它当前的一个进度 我们可以控制它的整个过程 那么它一个缺点是什么呢 当你在多个assign task的任务启动起来的时候 并且都需要进行ui变更的时候 那么这个情况就会变得复杂起来 你控制的地方太多了 有多个易不任务 这个是它的一个缺点 那么对应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我们handler handler它的易不实现的原理和它适用的一个优缺点 在handler实现易不任务的时候 它涉及到了handler looper message thread 等等的几个对象 实现我们的易不的流程 主要就是我们的主线程启动了我们的thread 启动了一个子线程 子线程运行它自己的代码 最终生成一个message对象 通过我们的handler发送出去 然后looper在取出消息堆裂当中的一个message对象 分发给我们的handler又做一个消息的回调处理 比如说以进行ui的变更 那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结构其实非常清晰 功能定义非常明确 哪一个类它干什么事情 对于多个后台任务的时候 它其实反而简单而清晰 那么它的使用的缺点是什么呢 在处理单个一部任务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些代码太繁琐了 我都得去写一遍 它显得代码的过多 结构性过于复杂 这就是我们assign task的handler的对比 也是希望大家知道 不是说你学会了assign task以后就觉得 handler我肯定用不上了呀 这么不好用 这么繁琐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handler 它才是最底层的基于这相关的几个类 来实现了我们现场的一个通信 而我们的handler在我们的实际过程 开发过程当中 大家知道它可以用它做一个定时器 可以用它做一些周期的任务等等等等 所以说我们的handler和我们assign task 它是各有它各有各的优点 各有各的缺点 都是我们必须掌握的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课后的时候 一定要去书写相应的代码 勤加练习 把它变成自己的 好的 这就从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到本节课为止 我们也就把一部任务 也就全部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下节课将会正式进入 来设计自己的图片 轮播器 这一块的知识点 好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 再见